大家好,來到知識寶庫的環節 過去我們訪問了有很多成功女性 在她們身上都可以學習到很多 怎樣去投資人生或者更進一步 不過今次除了Apple之外 還有我們另一位主持就是小珍 哈囉小珍,大家好 小珍今次帶給我們這個嘉賓 我就覺得驚驚地 即是立刻要縮起勁一點 有沒有這麼誇張 因為我聽小珍說 其實她很尊敬你 也很欣賞你 在小珍姐的口中 說到是女神的一個經典 沒有啦,有沒有這麼誇張 我簡直覺得你是女性的典範 你完全是我學習的對象 這跟年紀有關 為什麼呢 你要有年紀、年資 有這些經驗和經歷 你才覺得我厲害 你年輕 哎呀,我不是 但我真的有一個過程 你很資深的 是真的 要學的 還有我覺得到這個階段 我喜歡聽話 不是這麼喜歡說的 聽故事 所以我很喜歡聽你說的 很有趣 我先介紹一下神姐 神姐可能很多人都認識她 資深的獵頭人 她本身是一個企業醫生 也是獵頭公司的老闆 而且有很多新一代 都有聽過你做職場的培訓 因為你要指點她們 找工作的迷津 其實新一代來說 真的很擔心現在的前路是怎樣 不過先說回頭 為什麼當初你會做人事顧問 如何入行做HR 最初不是的 其實有很多人生 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說關於找工作 其實你每一件事 或者你在做的事 未必是你當初想或者想到的 我其實就是去一間獵頭公司找工作 我去找工作的時候 她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就是聊一段時間 她很喜歡我 不像不過真的都幾人的人愛 她的社載 對 然後她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問我可以嗎 她說為什麼不 我問我沒理由別人覺得 你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就是覺得你記得我可以 我沒理由覺得自己不行 就開始進入了這個行業 那時候是打工的 不是自己開自己的公司 你之後就開了自己的公司 你覺得性格是否正確呢 就是你自己做起那一刻 因為最初是別人對你有信心 所以你就迫到自己都覺得 我也要有信心做 做下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是找對了 其實我一小時候都知道 我是不會喜歡做一些很黑板的OL工作 如果每一天很重複回去 都是做處理文書 和處理文書 我應該會瘋了 但是因為做獵頭 或者HR 看到最多的是什麼 人 那我就從小 就算我以前出來找 part time 做委託 我都會選一些 跟人有關的business 或者工作 包括每個人都做過賣什麼 例如銷售 那些 我反而覺得 這是對的原因 其實你也是對人 你喜歡對人的工作 人真的很重要 經常有一句說話 找個好老公 當然要找個好的人 不如找個好老闆 其實在老闆的眼中 你其實見過這麼多人在運工 也都見過不少的老闆 在他們的眼中 怎樣為之一個好的下屬 如果你說老闆和上司要求的下屬 可能是不一樣的 很多人都說 又會叫自己的上司做老闆 但其實就有點像是 Chairman和CEO的分別 因為Chairman可能是在上面 可能春秋耳朵 你都未必有機會見一次 尤其是大機構 如果你真的日常會工作 那就是比上司和老闆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他們要什麼東西呢 其實是歸根究底 可以為他所用的人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他所用 但是這四個字 聽起來很容易 用到怎樣 為他所用的意思 就是他想做的事 你是不是在他的職位職能職責裡面 你是不是可以幫他提供到 他想要解決問題的能力 至少要稱職 沒錯 即是說我要一個人回來 我請你牌的位置 譬如我又說回Chairman 你找一個人事部的主管回來 你找他回來做什麼 你搞定人和事 如果你去到的時候 你推很多東西 會令到公司出現更多人和事 的鬥爭的時候 那我請他回來做什麼 所以但又與此同時 那究竟你老闆是叫你回來 整好他 還是你想拆散他重組呢 那你也要想的 你也要對證下約 那所以其實 所有的事情 去到最後 都是你搞不搞得行 你老闆要些什麼 或者你上司要些什麼 然後你要看看 我可以有什麼能力去配合 做得到他想我幫他做的事 即做得到之餘 有時候更加要做得好 即是你不可以就這樣 門面地過去 那這個呢 就真的又要去想想 你自己個人的思維 即譬如說 如果老闆叫你做 那你take order 就跟著做 那些在我們來說 那些叫人員 你叫員工 是 因為你叫我做 我就做了 但如果你說 你要真的更上一層樓 你就要想想 我怎樣可以成為一個人物呢 那就是怎樣 人物的意思就是 當他一有事 你以重任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 我想起 或者我第一件事 那樣做搜索 想起Apple 那你就已經是 你公司裏面的一個人物 那你怎樣可以成為一個人物呢 就是當他給你那件事 你做的時候 你就會去想 如果我這樣做 的利弊是什麼呢 OK 那我就會去做了之後 或者我去問 如果做完這個之後 其實我做完這個步驟之後 你是希望ABC 還是希望夾月餅呢 那如果是的話 我在這一步的做法 那裡 我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不同的方法 之餘 我亦都會可能再說一說 這樣做 你可能會遇到的一些阻滯 或者會有一些聲音 那如果我可以 upfront跟他說了 那這個就是你的價值 其實人每天每一刻 尤其是打工仔 都在找到 在老闆心目中的價值 不過呢 說回找工作那方面 其實你幫不少年輕人 就是密適一些適合他們的工作 其實應該也有很多 很光怪陸離的事發生了 很記得你是一個響朵之作 話說有一位是石士生 拿了二百多封 扔了出去去找工作 但都找不到工作 最終是拿了縱援的 然後呢 你就罵到他 九血臨頭 上了A1 是 我也沒猜到 這件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在中間你看到些什麼 其實呢 如果真的幫他們做 placement 或者找工作 其實我只是做senior的executive 因為我們就沒有做junior 但是因為我在大學行走 或者我去做很多workshop 那些年輕人 那我就會有 會organize 一些internship program 給他們 至於上一次那個 我記得那個title 是中大石士咬中門 因為第一件事 你覺得中大生 第二就是都讀到石士 讀到statistics 那要照解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呢 其實那件事 就是這樣的 大家以為他是 發了幾百封信出去 找不到工作 但其實他根本 發了幾百封信出去 就是用來一個行動 證明我有去找工作 但他心裡不是想找工作 因為他想找那份 是我們不會存在的 所謂dream job 就是什麼呢 人工高 福利好 職位又要高 但是不用怎麼做 哈哈 我也很想的 但他剛剛畢業而已 是啊 即他的想法都挺大 但是因為他們這些 也都 我不敢一觸高打一算人 但是他 因為他是讀enville 其實他也讀書 是不錯的 自小的 他拿學習的 他習慣了 在學校 只要讀書 有studentship 學校 即是有 你讀就有 每個月我上學 只要讀好 他交了 paper 然後我就有萬幾個月的津貼 但是如果我出去找工作 一個畢業生出去 萬多元不難 但是那萬多元 不會是坐在那裡 你就找到的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年輕人 都不要抱著一個 很僥倖的心態 打算在學校裡面 讀了書 拿少許的工資就算了 然後回頭 可能會 這個真的不行 是不行的 即是在學校表現得很好 不代表你入到公司 融合得到 我想最重要 是你的mindset 即是有時候 你給的他太好 或者給的太過 他沒有了那個 他不 hungry 沒有了熱情 還有需要 他沒有需要 簡單一點 那些我們 死定會被人罵 我們想當年 我們以前 畢業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賺錢 我們要上班 我們要賺錢 我們要養家 或者養自己 最基本 你都不會想著 讀完書 你還吃老本 要爸爸媽媽養的 但如果他這些 就是習慣性 就是我上班 我有錢 他根本沒有了 知道要出來社會做事 你必然 他一定會受氣的 你學東西 當然要加學費 所以他沒有很多 這些準備 另外 我記得我最重要 因為那時候開始有影片 如果只看文字 應該都沒有那麼大迴響 因為有聲話 一起配合了 是的 你會發覺 還有我記得幾件事 我就是很火滾的 就是他想考紀律部隊 但是紀律部隊 是要做七下引體上升的 他說他連續考那麼多次 都做不到七下 做到一下 沒練習就算了 但是他就告訴你 他每天沒有工作 他就要去公園 那你在公園 你就是玩單槓 你做什麼 你都練到那七下出來 大哥 是不是 第二 他說他很積極找工作 做事 他說你平時會做什麼 沒有啊 有空去商場裡吃吃 這樣 那 這個其實就不是說 找些事情做 他是直接沒有事情做 純粹只站 他根本就沒有付出 和努力過 但他要控訴社會 他要控訴社會 他要控訴社會 就是為什麼 每個人找到我 找不到 這是不是普遍香港年輕人的毛病 因為之前經常都說 香港的年輕人 很多都很港鞋 自小就在溫室裡成長 有爸爸媽媽幫你鋪路 是不是導致他們有這樣的毛病 又這樣的 去到他這隻 那些廢道的典 就是他是經典的 至於你說被縱壞 我們叫做跡腸巨嬰 是不是 還沒有長大過 就是 依然習慣是被餵治 和餵治養 這樣有沒有呢 有的 但是其實這個矛頭 我經常都說 我又覺得不是在年輕人 因為他自小到大 他都是被飼養 那他怎麼會 一向抹大口有飯吃 抹完為什麼吃西北風 那他就會有好題落差 這個就是一個話題 可以延續到下一集 因為進入職場之後 其實你的人生需要一些改變 態度也好 什麼都好 怎樣可以在職場裏求勝 神姐下個星期我們再談 好嗎 好 約定大家下個星期的知識寶庫再見 再見 那